好 在这一边呢 我要跟大家讲解那个enarchment的那个整体概念 so enarchment呢 我们在数学里面放大缩小 都是属于enarchment 然后我们在enarchment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formula 那个formula是什么东西呢 那个formula是formula for skill factor ok skill factor k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它放大或缩小的那个系数 所以k等于我的image除于object 这个是我的skill factor找到的方法 然后如果我的k是等于k大过e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是放大 k小过e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缩小了 然后k等于e就不是放大 也不是缩小 所以它就不是放大缩小 不是enarchment啦 ok 好 然后我们给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我在这边原本有345的情况之下 我放大变成680 ok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这个是abc 然后这个是a到b点 所以我的这一种abc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属于那个 呃 呃 它有点的就是它image啦 所以我的k呢 会是等于6除以3 然后拿到是2 然后所以它其实是放大两倍 ok 然后如果呢 我现在还是同样的这个abc 然后这边还是345的话 它放缩小变成a点b点c点的时候 1.52 2.5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k呢 就会变成了那一个 呃 我拿2.5除5吧 然后它会变成1.2 然后它就是缩小两倍 ok 然后在放大缩小这一边呢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它倒反的情况 它倒反 它放大缩小的时候 它倒反的情况呢 它就会变成它的k就会是negative 你想象一下 原本我的这一边这个是abc ok 然后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abc ok 这边原本我是345 然后我变成9215 然后这个是a'b'b'b' 你看它原本的那个 呃 等一下 我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a' 这个是c' 所以它的abc 变成abc 它导反过来 然后我要找center of enlargement的时候呢 我是拿我的b跟b连接起来 然后我跟我的a跟a连接起来 所以它现在它是导反的 ok 它的ab 它不是ab的 它变成ba的 像这一个的情况之下 我这边这样 哦 这个连接起来 然后这个再连接起来 然后我的center of enlargement是在后面那一边 ok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的它的 你可以看到ab跟它的这个ab是一样的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的skill factor呢 会是导反过来的 它的skill factor呢 就会是 呃 我随便拿一个吧 9跟3 它就变成-9除3等于-3 记得当我的那个东西倒反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当我它倒反的时候 我的k是negative value ok 它是正的放大的时候k是positive 它倒反的时候是negative ok 为什么我要在这边跟你们讲 倒反的这个东西呢 因为在SPM呢 它出了这样的一个题目 它说我这边有一棵树 ok 然后在这边呢 我有一个pin hole camera 就是说它是一个动的那个camera 然后这棵树呢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它的头 这个是它的尾 ok 然后它的影子呢 就变成了这一边这样 变成了这个它的影子 它的影子 ok 假设它原本是1米 然后现在变成了5cm ok 1米变成了5cm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1米呢 我知道它是100cm ok 然后在这一个情况呢 它的skill呢 k 我们知道image per object嘛 所以很多学生就在那边说 image是5咯 然后object是100咯 ok 所以它拿到的skill factor是120咯 ok 好 很好 这个是标准的错误的 为什么它是标准的错误答案呢 因为里面读科学 ok 你看它的头变成这个的头 它的尾变成这个的尾 所以它影子是导反过来的 pinkhole camera的影子是导反过来的 它的头跟尾导反过来 像以前我们看戏那种盖高布 那边拍照啊 它里面看到的那个人是导反过来的 以前的相机是要有专业人士的专人来拍的 因为它影子是导反的嘛 它要叫你走左边一点的时候 其实它要叫你去右边一点 这样 ok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导反的 所以我这边要放一个减 这边要放一个减 所以放一个减的情况之下才是正确 ok negative 所以它skill factor是减120 然后在这一个enagement里面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formula呢 是什么 那个formula呢是ai等于k square乘以aO ok ai等于k square乘以aO ai等于k square乘以aO 这个formula呢 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你看啊 我的k是2嘛 然后我这个area of object是什么呢 2分之1乘3乘4 然后我拿到的是6 然后我的ai是什么呢 我的ai是2分之1乘6乘8 24 和24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ok 就是说我的那个 什么ai等于什么乘以aO 然后我的这边我可以看到 它是24等于什么乘以6 ok 我知道 4624 对啊 ok 所以这一个它是4嘛 4跟2有什么关系呢 2 square就等于4 看到吗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可以发现到它的关系是ai等于k square乘以aO 然后同样的在这一边的这个例子的时候 我的aO是6嘛 ok 所以我的ai呢 会是等于2分之1乘1.5乘2 然后我拿到的是1.5 所以我的这一边我的那个ai等于什么乘以aO的时候 我的ai其实是1.5 然后我的aO是6 所以什么乘6 所以什么乘6 我就知道 哦 4分之1乘以6 对啊 然后4分之1其实是2分之1的square ok 所以同样的我在这边拿到ai等于k square乘以aO 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其实ai等于k square乘以aO 就是有很简单的原因了 你心里想一下啊 在这一边我的这个是x 这个是y 我放大的时候呢 它这一边这个是k乘以x 这个是k乘以y嘛 对吧 ok 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我的object 这个是我的image嘛 所以我的image就是k乘以x k乘以y这样的东西啦 ok so我的area of object是x乘以y 对啊 然后我的area of image呢 会是等于kx乘以ky 所以它是k squarexy咯 k squarexy xy是aO的 所以它是k square乘以aO啦 所以ai等于k square乘以aO 就是这样来的啦 ok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ai等于k square乘以aO so在SPM的时候呢 正常会给你做transformation上面 然后到的最尾的部分 它会有一个大概三分的屏幕 来给你做ai等于k square乘以aO 这样的一个提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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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